截至周三早上 现任纽约州长霍楚以66.48%的得票率 574368票 无悬念击败对手现任国会众议员苏奥奇 和纽约市公益维护人威廉姆斯 共和党方面 州长候选人国会众议员李修顿 以43.53%得票率 193122票在共和党中出现 他将在11月的普选中与霍楚对类 11月你和霍楚去坑 你要找个温和牌的 民主党可以接纳的 民主党本身被那些极左的人挟持了 我们要做些功夫 到时那些人要升国 目前纽约州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大家已经看到州长跟市长之间的默契 纽约人需要的是一个进步 而不是左派的进步 是一种真正使整个生活朝好的方向来改善 州众议员选举方面 纽约州第65选区 现任华裔州众议员牛玉林放弃选举 此前他宣布转战第10选区国会议员 民主党人李荣恩以46.4%的净半得票率4381票 击败其他参选人胜出 将在11月和共和党候选人邱海伦对决 纽约州40选区竞争激烈 竞选连任的州众议员金对锡 以221票 得票率相差6.12%微弱优势 领先对手赵敬安 金对锡在周三凌晨宣布自己胜出 最后的结果还要看邮寄选票的情况 目前 民主党控制着纽约州众议会150个席位中的107席 而共和党占43席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 纽约报道